我是今年8月17号受尽的 然后感谢主 那我记得那会儿 我8月3号刚来USC 然后有一天我就是收拾完行李 就自己特别累 然后我室友邀我去图书馆 我当时特别不想去 但是碍于他是我室友 我就只能陪他去 结果发现图书馆关门了 他说那我们去另一个图书馆吧 然后我就当时真的是无精打采的 陪他去另一个图书馆 但是在路上我碰到了 当时在传福音的Phoebe姊妹 然后他给我 对他给我发了一张福音单张 当我拿到那个福音单张的时候 我真的是瞬间就是欣喜若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很宝贝那个福音单张 我甚至觉得这个福音单张 会改变我的一生 然后我就生怕把那个 写了联系方式的福音单张 给弄丢了 因为我真的害怕 我再也找不到他们 后来感谢主 姊妹邀我来参加福音聚会 然后在第二次聚会的时候 唱到诗歌信的故事 里面唱到说 初次到这里 听他们在说 耶稣的事迹 未曾闻过 但我心坎有心的感受 我当时就觉得 主啊 你真的是把我带到美国 带到USC 原来你是要给我一个平安喜乐的家 因为我自己就是从小的就是家庭 就是不是很和谐 所以我从小就特别羡慕那些小朋友 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园 或者说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 所以当时我聚会的时候 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吃饭 然后看到墙上写着 赵慧是我甜美家 我就觉得 主啊 真的是在这里遇见了我一直在寻求的家 所以真的是当时我就决定受尽 那受尽之后 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 性格上的变化 我以前真的非常胆小 就是我从来不敢在公众场合说话 然后甚至老师点我起来回答问题 我即使知道答案 我都不敢说出来 那我自己后来长大 也知道说我要克服这一点 但是我怎么努力 我怎么在 每次要在公众场合说话的时候 我还是会胆怯 但是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 为主做见证 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 我自己不能够克服的 但是主的生命能够帮我克服掉 感谢主 然后 对 所以现在我对我自己的父母 也是满了负担 每次跟他们视频的时候 也会跟他们传福音 也很感谢主 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敞开 他们的关系也变得非常的 就是家里也特别的喜乐 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主 这一切都是荣耀归为主 哈利路亚